中文字幕 李宗盛 2018年的时候我就尝试职业选手了 但是比赛成绩都不是很好 然后也没难过什么奖杯 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输 然后一直在换队伍 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平庸 打不出来 主要是想赢 因为我们已经输很久了 第一场比赛 打B.O.G 他们是世界赛八强的原班军 所以一上来 我感觉有点身输 对于T.E.来说 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相当不容易 我们每次都会掉到败者组 输一把就没有了 我想对我的对手EDG说 ACT1第一场现下赛的时候 谢谢你们 让我们找到了自身的问题 也让我们的心态更强大 EDG 他们在国内的统治地位 稳固而持久地存在着 2比0 拿下了这一次精华者 系列公开赛第二幕现下赛的首胸 打 对着EDG的时候 更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 他的弱图到底是哪一张 不会吧 这 再来 再来一次 无主意只能往前走 两个身体转大 被打一个跳伤 结束了 EDG将会在败者组 等待他们的对手 这一次 调入败者组 就是 首先是国内的一场失败 对我们还是会有点打击的 其实我觉得调入败者组 不是一件坏事吧 没有人是那种常胜将军 但输一场 感觉对我们的意义挺大的吧 比赢的意义大吧 我认为 他们今天确实打得都挺好的 我觉得 他们可以赢啊 肃这个字嘛 很难 它的含义就有一点逆流而上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跟我们这两次比赛的表现 一步一步逆流而上 还是挺契合的 一步一步往上走 战胜 新的对手 我感觉我选到炸弹妹了 这把游戏我是有可能统治的 特别有幸福 自己需要占牺牲位的话 就要主动去占 你愿意在那个石头上增加什么样的色彩 才能淬炼出最精彩的自己 我不想辜负我17岁到现在 一直的坚持和热爱 所以我必须要赢下来 这一次我们可是挑战人类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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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